49年前,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一小步,成就了人类航天的巅峰时刻。 49年后的中国人也即将创造一个属于我们的全新太空史。 16天后,那12月7日,中国将再次开启登月星征程。 一枚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在西长为星巴射中心点火升空,托举嫦娥4号探测器代表人类首次登陆月球背面。 几十亿年以来,受制于潮汐所定在地球上的我们只能看到月球的一面,而对月球背面支支甚少。 为了登陆月球背面,中国航天早在六个多月前,向距离地球约45万公里的地, 约拉格朗日L2.4名轨道8设为一颗圈桥数据中期运行,部署在该轨道的卫星,能够同时面向月球背面与地球进行数据中期通信服务。 目前,却乔雷星各项测试已经调试完毕,只待长额4号的到来。 遭到地外星球考验的是航天器精准测控与智能化水平。 遥想五年前,嫦娥三号落月器在自主决策系统控制下顺利精准落月。 看着震撼的落月画面,就连时刻把中国航天当作竞争对象的引渡,也不得不承认,中国空间技术发展太快了。 美国人也认为在2030年之前,中国航天将成为世界航天力量中的重要一级,与嫦娥三号相比嫦娥四号则要做到。 在38万公里之游,穿针引线难度级别的精准测控,不仅要克服通信障碍,还要应对月球威脸,更加起屈不平的地形。 45年前,当美苏声势浩大的开展载人航天、载人登月等一系列重大空间活动时,那时的我们没有国力去支撑这些航天活动, 做出了先处理好地球上的时的客观决策,归根结底航天实力的高低考验那还是活力。 航天按照应用途径来分类,主要就民用航天,军用航天,空间探索三大类。 现如今,中国航天发展防新卫矮,需要用钱的地方还有很多。 就在近日,我们刚刚又发射了一组北斗三号卫星,经北斗而言,就需要35颗正式不轨卫星。 加上备份卫星和升级太黄卫星,整个北斗系统的发射数量将高达60颗以上。 再比如高分系列卫星,风云系列卫星,脚改系列卫星等等。 中国目前在轨运行卫星数量已经突破200颗。 达到世界第二规模,每一颗卫星的颜值发射成本都是以一位单位计算,而真正分配到空间探索领域的经费对比美国依旧是很少。 毕竟人家的家庭已经积攒了几十年,而我们更多的是零起步。 在较少经费的基础上中国航天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,要让中国的空间探索能力在上一层楼。 以经典的嫦娥二号行动为例,原本这颗重量只有2.3吨的探月内心由于要绘制有史以来最高清晰度的全月图,所以经常需要消耗大量燃料进行进月变回制动。 设计寿命是6个月,嫦娥二号在近距制动过程中多次下降至月面15公里,高度对落月区域高精度拍照。 绘制完全掘图后,地面控制人员发现卫星燃料还有余量,然后发送指令让嫦娥二号加速机动至距离地球690万公里之遥的涂探第四小行星进行飞略探测。 完成中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任务后,嫦娥二号依旧不知疲倦,得向着更远深空飞去,陆续突破1000万公里,2000万公里,5000万公里,6100万公里,1公里多个测控距离大关。 用以演证中国深空测控体系能力,为后续火星探测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可以说嫦娥二号是节约成本班大事的经典案例,而即将发射的嫦娥四号实际上也是嫦娥三号的备份星。 为了争取月球被灭探测活动的立项,航天然充分挖掘备份星平台潜力,指定出了用最少经费实现登陆月球被灭的立项方案。 发展航天往往还需要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而现在可谓是正当即时,前不久中国载人航天办公室就举办了载人登月月面,着陆起方案的征集大赛。 最新一代两款重型推力火箭也在第十二届珠海航展中高调亮相,它们分别是起飞重量达2000吨的新一代重型载人运载火箭,与起飞重量达4000吨的长征9号重型火箭。 这两款火箭将分别在2025年、2030年日式发射,有了这两款重型火箭能干的事情就更多了。 我们着眼的不仅仅是载人登月,而是要真正开始构建人机系统登月开发地月空间经济圈,让月球资源真正为我们所用。 曾经我们拥有来信最强的政河舰队,但我们错过了500年前的打航海时代,如今我们有能力如果不去争取,后世的子孙也会怪我们。 空间时代已经到来,祝福航天人在创更大的伟业,让我们能真正的挺着腰杆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您的请客